哈囉大家好我是YR 祝大家心靈快樂啦 廣告記得多看過秒鐘 氣氣啦啦會爆衝喔 今天新祈願 新祈願這一次開的是一個新年的感覺 有點像日式的風格 那主要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數值 頭四的話呢 會加你的物攻趴跟魔攻趴 然後還有你共人CD-2趴 加死的時候共人會再-1趴 所以總共是-3趴 然後法師非常缺魔攻 所以魔攻加2.5 然後又加自力 這基本上就是法師祈願啦 再來我們看那個 因為這個頭四的話呢 法師一般都是用那個什麼出遊帽 減4趴的 那再強一點的人會用-3趴 然後加那個攻擊的 像 小白鬼機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小白鬼機的 小鬼機的一個 算是非常頂刻的一個機體啊 那以他的機體來講的話呢 像頭四 他的選擇可能就會是這個 這個的話呢 他一樣是共人-3趴 然後會帶人型的魔攻 然後另外 人物的等級每加10的話呢 這個魔攻的 攻擊趴會往上加 所以如果你有這一件的話呢 其實你每加10等 像我們現在90-91 比90-91的話等於是 9 因為美食人吧 9乘以0.4 3.6趴 然後下面呢 攻擊的部分呢 對人型加了3趴 所以在選擇上的話 你會有 比較不一樣的 切換 像這個的話呢 他是只加了2.5 然後下面是-2-1 所以以頭四來講的話呢 其實 他的機體來講 沒有到 非常的一定 要換 但是呢 以小白鬼機來講 他的衣櫃呢 一定要有 然後再來看到衣服的部分 衣服的部分的話呢 這一件 道合使者 他也是加物攻趴跟魔攻趴 然後呢 對暗屬性 以及惡魔屬性 這在打古城來講的話 是非常有用的 然後選屬性加2 再來釋放技能 有5趴的機率 增加自己的物攻 有魔攻 2趴 持續5秒 沒有冷卻的CD 他沒有冷卻的CD喔 你有看到嗎 無冷卻時間 這無冷卻時間 這無冷卻時間有多誇張 你可以在這邊去測試你的衣櫃 如果你有拿到這一件 冬季羽龍斧的話呢 他有寫到嘛 釋放技能的時候 有5趴的機率 使自身 增加這個能力值5點 然後持續20秒 冷卻25秒 他的技能迅速是一樣的 大家會問說 鳥獵 平雷鳥獵的話呢 有刺到這個屬性嗎 有 因為你可以把他 領出來 你把他領出來之後呢 很簡單 你穿上去 再來呢 你放上技能 OK 現在我身上的數值是這樣子 75、99 然後這一邊的話呢 是巨殺瞄準跟新神凝聚 我們直接進攻 有看到嗎 他觸發了 為什麼 因為閃衝跟陰衝他都有觸發 然後他這個冷卻時間是25秒 持續時間是20秒 你可以讓他在這邊射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只有閃衝跟陰衝 你會看到你的畫面上就只有 閃電衝擊 音速衝擊 那你看他 結束之後他會不會再觸發 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 這件裝備 這一個技能敘述 他有沒有辦法去重疊 你會發現 是有的 有沒有 是有的 所以他沒有冷卻的時間 然後再加上 他家的物攻他非常的多 那獵人的話呢 會有衍生到什麼提爾套跟白羽套 那你想 你今天如果是用提爾套的人 你的物攻加上 但我個人是覺得啦 提爾跟白羽的話呢 其實 我覺得差異沒有到很大 如果真的要說差異的話呢 也不會影響在我們這種集體的人 因為你不可能 花了那一些解封卷去換 然後再加上我個人來講 我沒有點到加15 我不會在這個時間點去換我的房具 我可能會到100等我才去換 那衣服我可能會優先換 斗篷跟鞋子我可能就不會去換 因為衣服 90跟80的差距其實 有一點點大 尤其是那個護防的部分啊 好 衣服幫大家測試完了 這個部分是絕對OK的 所以衣服是這次CP值 對獵人來講是最好的 衣服 衣服是最好的 因為這個3%會讓我們的鳥的一個表功 又往上提升 那我們的鳥的 傷害就會更高 再來是背勢 背勢的話呢 也是加你的護攻趴跟魔攻 魔攻趴 然後呢 釋放技能的時候 會增加你的移動速度 然後攻擊速度 還有你的冷卻功能 4% 要知道 法師目前的背勢 是沒有減冷卻的 法師目前背勢是沒有減的喔 因為以法師來講的話呢 目前都是放這個蛋蛋 就是之前的最早的這個 這個 太陽花蛋這個 這個是忽略防禦6% 然後全數加2 然後這個忽防呢 它是先扣掉固定值之後 後面再去扣掉這個值 這個巴哈上面有人去做測試 你可以去爬我們看看 你就知道了 所以在4秒的時間內去減掉供人 以小白鬼這個機體啊 不要說它以這個機體好了 就是以一般的法師的機體好了 大家都知道現在都是重力法嘛 那重力法的話呢 很簡單 計算這邊的話呢 我們每減供人1% 因為重力的CD是5秒一次 原本的基礎CD 所以就是說你減了1% 會減了多少 0.05秒 那如果以4%來說 乘以0.05秒 就等於是0.2 那這5秒內的話呢 你總共會少多少 減了0.2嘛 那這5秒內 這5秒內 就是你在釋放的時候呢 1秒鐘 等於是 如果是以小白鬼機的機體 它1.5秒會釋放一次 那1.5秒釋放一次 它這個5秒之間的一個間隔 會變成1秒釋放一次 因為減了4%嘛 0.2秒 0.2秒 然後0.2秒 甚至5秒內 會等於縮減成是1秒 所以在5秒內 它的1.5秒 1.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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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掉的話呢 它等於是可以多放了 大概是 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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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之二的重力回旋 所以整體的輸出 DPS會往上再多一點 那如果對於DPS跟單發來講的話呢 你可以看我 頻道裡面有去做那個 奔跑套跟魔力套的一個差距 的那一部影片 其實 以打王來講的話呢 會差比較多一點 因為打王你會頻繁的一直在施放嘛 所以在整體打王的期間內 假設你打了5分鐘 這5分鐘內 你可以多放了 好幾次的重力 你可以多了好幾個回旋的傷害 以它的機體 它一把回旋下去 可能就是打 300多萬 那在這一個5分鐘內 它可能多放了10圈 它就多打了3000萬 所以對於DPS來講的話 是非常非常 加的非常多的 再來就是這個蘋果糖 蘋果糖基本上是個廢狀 這個超廢的啊 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囤了這麼多的期願 就是為了要等這一次 等這一次 我覺得啦 在抽之前呢 我想先看一下小浩的表現 小浩每次都隨便抽就有了 我們看一下小浩的表現 來來來來 小浩 一抽一抽十抽 小浩弓箍欸 唉唷 唉唷 感覺小浩弓箍 本浩就要 出大事囉 唉唷 居然 哇 完全攻鼓欸 哇 真的GG欸 哇 這一次好難抽喔 完了 唉唷 連小浩都這麼難抽 代表這一次是很可怕的欸 不夠了 走二了 不夠了 走二了 剛剛貓咪把我的遙控器撥下去了 這貓就很賤了 哇 好可惜喔 怎麼是抽到一個垃圾蘋果糖 哇 先結束 不要一直撥啦 趁勝追擊 欸不是我運氣怎麼突然爆棚啦 好爽喔 我運氣突然爆棚欸 好扯喔 真的好扯喔 運氣超好 傻眼 一個趁勝追擊欸 三劍了欸 那這個頭飾呢 我就不抽了啦 我覺得運氣用完 對啊 這個頭飾我就不抽了 因為 以頭飾來講 你不要再撥二了 頭飾來講的話呢 我目前是裝天甲 所以我就不貪這一個頭飾了 我覺得這樣就滿足了 好不好 四十二抽 四劍 希望大家都可以抽到你要的祈願 這一期的祈願呢 就是 法師最強的祈願 所以法師的話呢 肯定要入手 下個影片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拜拜